我们都知道小米的屏幕挂灯是E-Lite代工的 那么E-Lite又会怎么帮自己做一个屏幕挂灯呢 之前先看评测的主笔 Mr.Lehi在测完屏幕挂灯后开过一个脑洞 那就是能不能在挂灯背面再加一排RGB氛围灯 从而不仅可以照亮你的桌面 还能照亮你的墙面 顺着一个理想的挂灯的思路来说 如果挂灯能在配重块的位置上 再加上一排灯珠形成一个氛围光 可以进一步缩小背景跟显示器亮度的差异 这样不仅视觉更加美观 眼睛也更不容易累 今天这个脑洞实现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款产品的外观 和小米屏幕挂灯全黑的配色不同 E-Lite屏幕挂灯采用了银灰色 说说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相较于纯黑或者纯白 这个颜色既不会显得过于沉闷 也不会显得太过跳脱 是中年男子比较喜欢的颜色 但是需要坦白的一点是 它和黑色的显示器不会融入的特别好 存在感会比较强 E-Lite屏幕挂灯外观设计 基本上继承了小米屏幕挂灯 一样的基座 一样的控制器 相似的灯管 相同的投光设计 主要的不同有三点 屏幕挂灯中间镶嵌了一个硕大的E-Lite logo 灯管右侧有一个防滑的设计 以及灯管背面有一排可以调节颜色的RGB氛围灯 E-Lite屏幕挂灯相较于市面上的其他挂灯最大的特色 应该就是其背面的一排RGB灯珠了 有了这一排灯珠后 你可以在显示器背面投射出任意颜色的氛围灯 得益于40颗0.2瓦的灯珠 彩色的灯光打在墙面上后 无论是亮度还是颜色都拿捏得非常好 确实很适合用来营造氛围 默认状态下 这一排灯珠左边为紫色 右边为蓝色 揭露到米家后 你还可以在手机APP里 对它的颜色亮度灯效进行自定义 既然是一款揭露到了米家的屏幕挂灯 那么在玩法上E-Lite屏幕挂灯 智能要比传统的屏幕挂灯要丰富得多 比如你可以通过小爱同学进行控制 小爱同学 关闭显示器挂灯 比如你可以设置一个定时开关 让E-Lite屏幕挂灯在指定的时间段亮起来 再比如你可以将其联动到一些智能开关 从而实现人体感应 亦或者随环境光调节亮度等等 玩法非常多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E-Lite屏幕挂灯其实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399元的普通版 一个是599元的Pro版 我们手上这个就是Pro版 相较于普通版 Pro版可以加入到雷蛇的灯效系统 从而联动雷蛇的外设或者游戏 如果你是个不差钱的土豪 又有雷蛇的外设 那么可以考虑这个版本 只是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必要 毕竟价格贵了200 和小米屏幕挂灯一样 E-Lite屏幕挂灯也配备了一个无线控制器 控制方法也一样 只是多了氛围灯控制 长按开启氛围灯 再长按关闭氛围灯 连按两下切换氛围灯的灯效 默认会在四种模式下进行切换 当然这四种模式你想要自定义也是可以的 只需要进入到手机端的设计页面即可操作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控制器操作上会有明显的延迟 大概是一秒钟左右 每次操作都要等一下才有反应 希望后期能通过固件改善这个问题 相较于小米屏幕挂灯 E-Lite屏幕挂灯显色指数有所升级 达到了RA95 理论上可以给你带来更加自然的光照体验 其他方面的参数则和小米那款屏幕挂灯接近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论论了 E-Lite屏幕挂灯是你的菜吗 你愿意为RGB氛围灯购买它吗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说出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